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 三十五章 医治事节 请听我读 神对雅各说 起来 上伯特利去 住在那里 在那里住一座坛给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 以少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神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 以及所有和他一起的人说 除掉你们中间外班的神明 要自节更换衣服 我们要起来 上伯特利去 在那里我要住一座坛给神 就是在遭难的日子 应允我 在我行走的路上 与我同在的神 他们就把手中所有外班的神明 和自己耳朵上的皇子 交给雅各 雅各把他们埋在事件 那里的像树下 圣经就读到这里 用神赐福凡听从 并遵循他话语的人 接下来请传道 为我们分享信息 回到原点 弟兄姊妹们平安 谢谢Esther 带领我们在 整个崇拜的这个流程当中 她的许多的祷告 也从内心的发出 以致我们可以在当中 一起的跟她一起的同心 在祷告里面来寻求神 那今天呢 是这个创世纪 我们从今年的第一章讲 讲到现在35章 那其实创世纪整个50章里面 有许多的这些 我们早期 这些信仰里面的 这些信心的伟人 或者是 它不一定是伟人 它可能很多的问题 它很多的缺点 但是这个过程中 我们怎么样去学习 学习他们所的 经过的失败 他们所走的 甚至是冤枉路 让我们在这个 信心之旅当中 该知道怎么样走下去 这个题目提到说是 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 在这里并不是要讲说 我们是白走 走来走去 又回到原点 哎呀 怎么搞的 原来我一点进步都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回到原点呢 比较像是 回到我们在信仰当中 生命的出发点 对上帝原本的那个信心 原本的那个爱心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呢 好像有些时候偏离了 或者没有继续走下去 那我们回到初心了 初心这个字呢 是我后来才学的 你知不知道 以前是没有读过初心这个字了 不是初心大意啊 是最初啊 以前读初中嘛 现在是初心 OK 那奇怪啊 有些字是后来才有的 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中文里面有什么 有初心 有小心 有初心 然后呢 又有放心 又有担心 对不对 后来呢 中国的影片渐渐跑进来以后呢 有走心这个东西 我 我一想 什么叫走心 走心 就是感动啊 叫走心啊 这样子啊 所以走心又初心了 那其实回到原点的 有点像是回到初心了 回到我们与神相遇的 那最早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再一次地去 为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有所感动 有所珍惜 而不是感到有些麻木了 那样 好 那雅各 那这几堂的讲道 我们提到雅各所经过的一些的历程 那一开始呢 他是怎么样呢 因为他使用一些的诡计 一些的 所以他骗了他的爸爸 得到了所谓长子的祝福 结果呢 他的哥哥姨嫂呢 就非常的恨他 甚至想要杀他 所以他逼得他要逃跑 对吗 所以他逃跑 离开了他的父亲 然后呢 要跑到哪里呢 跑到八百公里以外 他的舅舅那边去投靠他 那样 在这整个旅程 他开始遇见神 在伯特利那个地方 他第一次地去遇见 原来 他的祖先的神 他爸爸的神 也向他显现 并且呢 与他立约要保守他 那他在过去的十多年 他在他的舅舅 拉班那边呢 为他工作 并且呢 也在那边生儿育女 OK 十多年来 他们组成了很大的家庭 那样 那十多年过后呢 那他发现他的舅舅 对他越来越不友善了 他又要开始要怎么样 又要开始逃跑了 OK 所以又跑回来 到他的父家这一边 可是回到父家 的时候呢 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要去面对他的哥哥 对吗 过去十多年前 恨他恨得要死的哥哥 哇 怎么办 这个哥哥 来的时候会不会把我宰了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看见这整个过程是 上帝带领他一关又一关地度过 是有危险 甚至是生命的危险 看起来不太乐观 但是呢 上帝带领他们一关又一关地度过了 那样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当他与他的哥哥和好了以后呢 原本他的哥哥就邀请他怎么样 回到这个整个加南地的南部的地方 叫做西尔的那个地方 下面西尔 也就是这个以扫 他所居住的那些地方那样 所以一开始雅各是答应他了 他说好好好 你先去 我跟着就来 我们很累 我们慢慢来 那样子 但是雅各没有去到那个地方 雅各后来有好多年的时间 他到了哪些地方呢 他到了苏哥 到了事件 这个地方一住就好几年那样子 如果你在过去听到讲道 或者你读到圣经的这些 这个创世纪的故事 你觉得雅各这个时候 应该要去哪里呢 谁知道 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了 这个应许之地 加南地 请问他应该要去哪里啊 他应该要去这个地方 叫做什么呢 伯特利 因为他一开始逃离他的家的时候 他是在伯特利 这个地方遇见的神 然后原来这位神要应许保守他 所以因此他曾经 他曾经跟上帝立约说 好 如果你保守我 保护我 平平安安地回来 他要怎么样 他要在那边献祭 他要怎么样 在那边还他的愿 他要在那边敬拜神 他要在那边把他的十分之一 来献上给神 所以他是应该来到那边的 可是呢 怎么样呢 在经过了与以扫的这个危机解除以后 他却兜兜转转地去了书哥 去了事件 而且发生了不太好的事情 好像他走了一些的冤枉路 那样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发现 当个危机来的时候呢 你会特别地抓住神 对吗 就像雅各那样 面对哥哥 谁佛 这个哥哥太有力了 这个哥哥恨我恨得半死 所以他半夜 就抓住上帝 说上帝 你一定要祝福我 你不祝福我 我不让你走 这是他面对危机的时候 紧紧抓住神 有一点像我们考试之前 这边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在面对考试 对吗 SPM Dylan Marcus有在吗 等等 还有些面对的是IGCSE的考试 等等的 你发现你考试之前 好像祷告得比较用心一点 对吗 或者是你面对工作 要去interview的时候 哇 也怎么样 也特别地祷告 对吗 或者是怎么样呢 去见你未来的岳父母 等等 你也发现你很紧张 对不对 你也会有特别地抓住神之类的 可是当这个危机过去 当这个考验过去 你开始又怎么样 躺在沙发上 咻 过了一关 虽然没有什么读书 但是呢 还是及格51分 现在及格是几分啊 40而已啊 Are you sure 真的啊 我以前读书及格是60分耶 后来我听说变成50分啊 先分了40分啊 哎呀 到底我们有没有在进步呢 没有关系 40分 感谢主 我及格了 哎呀 一旦及格 一旦及格了 很多人就怎么样 忘记了 忘记要来感谢神了 忘记要来还愿了 忘记要来怎么样呢 继续地跟随 雅各好像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第一点呢 是什么呢 我们要小心人生当中的一些冤枉路啊 OK 这个冤枉路呢 是有时候让你 不能够专心继续地走在上面 或者是有一些的诱惑 或者是一些的 一些的 一些distraction 一些的让你被干扰的地方 你是不能够继续地往 上帝要你走的路 或者是你该做的事上面 继续地往前 你要小心这些人生当中的一些冤枉路 OK 为什么雅各会停留在事件呢 事件是其中一个当时候的贸易城 贸易城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有生意来往 OK 也许那边的entertainment也比较多一点 OK 没有像乌鲁乌鲁哪里 而是像KL这样子 哇 Happening 很多很多的事情 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地方 结果雅各就好像就留在了那个地方 怎么样好几年的时间 结果有一次 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34章 他的一个女儿 小女儿叫底拿 底拿就出去 要看一看当地的女子 跟她们一起玩 怎么样 很好奇 可是在事件这个地方 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很有势力的人 然后他的儿子就看到了底拿 一看 哇塞 美女啊 哇 太好了 结果他硬硬来 他性侵了这个底拿 OK 他性侵了底拿以后 怎么样呢 他心里面还是很喜欢他 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帮我娶这个女子 就给我做妻子了 我很喜欢他 他太美了 怎么等等的 结果呢 他就跟他爸爸来跟怎么样 跟雅各来提亲 哎哟 如果你是雅各你会怎么样 很丢脸对不对 你岂有此理啊 你性侵我的女儿 然后现在怎么样 还要娶她 哇 这个他是非常的生气 可是他就不敢作声啊 为什么呢 他是当地的外人 对吧 啊 OK 所以可是这个雅各的孩子们 听到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非常的生气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诡计 哇 他们想这个方法 好 你要你要你要娶我的妹妹 可以 但是呢 你的身上要割一刀 割什么 割礼咯 他们竟然利用上帝 立约的割礼 circumcision 来去欺骗这个事件里面的人 他说 我们都是首割礼的人 我们在前面的包皮要割掉一小块 你们也要 如果你们要娶我的妹妹的话呢 你们全程 整个事件 这个全程的男人呢 都要首割礼 那我们就澄清吧 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当地的人就想 哎呀 他很喜欢这个底拿 他想怎么办呢 他就去说服 他在城门口说服 所有进出的男人说 来啊 我们来走割礼吧 反正割礼了以后呢 这些人的财务也是我们的 看到吗 他们其实也不怀好意 对 这些人也是我们的人 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 他们可以娶我们的女儿 让我们结成一家人 这样好不好啊 哇 结果事件这个人呢 他很有影响力 所以呢 全程的人呢 都受了 男人啊 不是女人 男人呢 受了割礼 结果呢 就在第三天 当这个割礼的地方 特别痛的时候 OK 走路都有一点啊 不能稳的时候呢 哦 这个雅各的两个儿子呢 西面跟立位呢 就怎么样呢 枪 拿起了刀 冲进了城里面 把所有的男人都杀了 这个叫做过度报复 是没有错 他们的妹妹被性侵了 他们要讨回公道 可是他们的报复 却是过度的 把全程的男人 走路还没有办法 还很痛的时候 就把全程的男人给杀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雅各的家庭里面 其中一个不光彩的事 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为什么呢 一旦做了这件事 周遭其他城市人怎么样 就会来找雅各这一家来报复了 所以再一次的雅各陷入危险之中 如果他没有停留在事件 他如果没有走这些的冤枉路 如果他直接的就回到了伯特利 来还他的愿 也许这样子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可是当他走一些冤枉路 当他停在这些很繁华的地方的时候 他的家也一样被带 而且是往下陷落下去 我知道有些人生命里面 会走过多少一些冤枉路 而且当你年纪越大 有时候你不堪回首 对吗 看我 早知道不要这样了 几年花在那边浪费 然后早知道不要去赌了 几十年这样浪费 你发现有些人是 走了一些的冤枉路 那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喜欢做生意的 他的生意开开关关 很多次的 他就是发现 每一次生意一做了 然后又关掉 其实都损失了不少钱的 这些有些是一些冤枉路 有些人把做生意当成是 太过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没有想到 十个生意里面搞不好 九个是失败的 通常有一两个是成功的 你要非常地小心 如果你没有办法 自己做老板 你最好还是跟别人打工比较好 那样 你发现了 其实在做生意里面 有些人也走了一些的 一些的冤枉路 有些人是怎么样呢 希望得到一些钱 就去借钱 或者甚至去赌博 这些都是他们所认为的什么 捷径 short cut to get some money 他们希望可以 透过这些方式 我快快地致富 所以快速致富 这个东西是很吸引人的 对吗 过去政府也 也关过一些的公司 对不对 这些快速致富的公司 你投资多少钱 你每个月有十八仙 什么 不是一年 每个月 不得了 快速致富 所以很吸引人 那报纸 好像 好像了 每个礼拜 都有那些什么 澳门骗局 被骗多少万 有没有啊 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人会上当呢 通常就是什么 快点 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对吗 很奇怪的 这些 这么很有吸引力吗 你发现你会被骗进去 有些时候 所以这些可能是 人生的一个冤枉路 再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 他知道耶稣很好 他知道基督教很不错 可是他就不想 他在外面等 在犹豫 其实我遇到不少的 这些年纪比较大了 才信主的人 他常常会跟我说 哎呀 我早一点信耶稣 该有多好 我早一点 来好好的把我的生命 尾身给上帝 该有多好啊 因为他发现到 原来当他愿意 把生命尾身 给上帝的时候 他能够做的 他所看到的 他所体会到的人生的意义 是大过他过去 加起来还多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命很快就流失了 一滴一滴一滴 很快就过去了 我明年已经五十岁了 你不要看我这么笑脸啊 这么年轻啊 没有我明年已经五十岁了 半百耶 这边超过半百人也不多的 你发现 其实生命很快 它就过去了 我能够留下 什么真正有意义 有价值的东西 来给我的家 来给我的社会 来给我的教会 很快就过去了 我发现有一些 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她在寻找亲密 寻找爱情 她期待有人好好地爱她 可能她在家里面 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亲密感 可是呢 却是非常危险地 会听信了一些人 给她的甜言蜜语 这些人其实我们在 可能我们周遭的朋友里面 也许你都会看到 很可惜 她在寻找爱情 她寻找有人 可以好好地关心跟爱她 可是呢 她却很容易被骗 以致呢 她很快地把她的身体给别人 她会很后悔 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这是人生当中的 一些的冤枉路 求神保守我们 能够在这个正确的 这个路程上面 以致我们走不会偏差 那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OK 交友约会 言席营 OK 好 这边 15岁以上的举手 大多数要举手 15岁以上 举手举手来 好 举手举手 举高一点举高一点 15岁以上的 好 结婚了的放下来 不要上 不要放 这些举手的人 OK 就是要参加这个的人 OK 谢谢 放手 请上架 OK Jackson 你还没有到15岁 你不要骗我 你要那么快做什么 所以这个交友约会 言席营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现在是 觉得自己是多少岁 只要你还没有结婚 我鼓励你来看 来听一听 因为它真的是帮助我们 免去一些的冤枉路 我真的期待 这样子的一些的教育 这样子的一些讨论 可以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 比较深刻地去认识跟了解 因为它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有些人不了解 有些人太快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 以致呢 他会很后悔 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冤枉路 我们要小心 好不好 所以呢 外面有报名表 John在哪里 John在这边举手一下 John是我们的主办的主要的人物 所以你把你的这个表格交给他 然后呢 才二十块 二十块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手册 整个大半天的这个Semina 有五个课程 然后呢 还有晚餐跟茶点 值不值得 非常值得 你会后悔 不来参加这个 OK 所以你一定要来啊 不要走这个爱情的冤枉路 因为有时候蛮伤的 真的 爱情受伤了 是很伤的 OK 那 其实呢 不管你在人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 其实你的下一步呢 都可以是正确 或者是错误的路 你晓得吗 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有些人觉得说 哎呀 我现在很惨啊 我现在掉到第一股啊 我现在人生不懂怎么办啊 我离开你好远啊 我看我走不回来了 其实不是 你的下一步 就可以是一个正确的一步 因为当你踏出正确一步的时候呢 你就是回到什么呢 上帝为你所设定的路线里面 上帝是公平的 每一个人都在 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你都要为你的下一步来负责任 也许你觉得你很成功 哇 不错 很好 可是当你不小心 或者是忽略的时候 你走的下一步 可能是 糟糕 错误的一步 而这个错误的一步呢 可能会把你从上面拉下来 所以我们路就摆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要走怎么样的一条路 每一个人都有下一步的机会 不管看起来 你离开 你的理想有多远 你都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回来 我感谢主 在我做传道的这些年间呢 我看到不少的人 是一步一步地走回来的 他可能经过一些很 经济上面很困难的日子 他可能经过一些 精神上很困难的日子 他可能经过一些 心灵里面很悲伤的日子 可是他却一步一步地走出来 以至他现在呢 可以自立 可以甚至成为 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上帝也要再怎么样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他要来亲近雅各 他要来提醒雅各说 雅各 记得吗 我跟你有约定哦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 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 我们再来读一次 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神对雅各说什么呢 神对雅各说 起来 上伯特利去 住在那里 在那里住一座坛给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 以扫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神 换句话说 上帝在提醒雅各说 你忘记了吗 你跟我有约哦 我在那边跟你显现哦 你平安回来 你记得你要做什么吗 所以雅各听到以后呢 就怎么样了 就对他家中的人 以及所有和他一起的人说 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 要自洁 要更换衣服 我们要起来 上伯特利去 在那里 我们要住一座坛给神 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 应允我 在我行走的路上 与我同在的神 所以上帝跟雅各说 你起来 雅各就跟所有他的家眷说 我们 起来吧 我们起来 我们要回到神最初呼召我的原点那边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就把手中所有外邦的神明 那些偶像 神明 和自己耳朵上的环子 交给雅各 这些耳朵上的环子 可能就跟这些偶像崇拜是有关系的 就好像一些华人带一些福啊 一些的玉啊等等 所以呢 雅各就把他们埋在世界那里的橡树下面 当他们要回到原点 当他们要回到正确的路上的时候 首先他们要卸下各样的重担和容易残雷的罪 你有没有走过一些冤网路 在可能去登山的时候啦 还是去野外走路的时候 有吗 有 走了一趟冤网路 请问它的代价是什么 通常呢 你会比较累 对不对 OK 你花了一段的时间 走走 不是这条路 再回来 对不对 OK 通常你的资源会比较少 对不对 水喝掉了 食物吃掉了 对吧 还有呢 你发现你的裤子上会沾了很多什么 沾了很多杂草的种子 对吧 哇 有些还不容易 有些还蛮刺的 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你走了冤网路的一个情况的代价是 你会身上累积了一些的残累 你会增加了你的一些的重担 甚至有些时候呢 当你走多余的路的时候 你回不来的 不容易可以回来 这些雅各的孩子们 当他们住在世间 或者在书哥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呢 也许他们就学了当地人的一些的偶像崇拜 所以他们有了一些的神明 一些的偶像 哇 跟着他们 甚至还怎么样 耳朵上打洞 帮一些纪念他们神的这些的装饰 我不是说这边有耳洞的就错 不是啊 而是当时候 当时候这些的耳朵上的一些的 跟异教 跟其他的宗教有关系的这些的记号 那样子 所以他们住在那边的时候 他们也学了当地的人的一些的偶像崇拜 所以冤枉路不是只有冤枉路 冤枉路有时候会累积一些的重担 累积一些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当怎么做呢 就像西伯来书这边提醒我们 他说 所以既然我们有着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 围绕着我们 就当卸下各样重担 和紧紧残雷的罪 以坚人的心 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我们信心创始 城中的耶稣 我们要卸下重担 我们要脱去各样紧紧残雷的罪 因为这些东西会阻止我们 在跟随上帝的路上 我们的生命中 有没有一些多余的东西呢 我不是说 我的衣服很多 太多了 穿不完 或者我的书很多 等等的 我指的可能不是这些而已 我们生命当中 有些是一些多余 或者是残累的东西 使到你怎么样呢 比较难去跟随神 使到你觉得不好意思 甚至来到教会里面 有些时候是一些 不正确的男女关系 这个男女关系在这个世代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诱惑跟挑战 从圣经里面 真正蒙神赐福 而且是你真正可以享受 真正可以享受 夫妻的关系的 只有一条路 就是结婚以后才有性行为 这个是很清楚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可以感受到 你跟你的太太 或者你跟你的先生的合一 不会受到第三者的 任何可能的缠绕 所以这些如果在生命当中 有这样子的一些的 不正确的关系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惯 等等的话呢 发现这些会是 生命当中多余的东西 我们要放下 要不然这些东西怎么样呢 会一直来缠绕你 一直来嘎叫你 等等的 我们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些不该有的偶像呢 你说没有没有 我信耶稣以后 我就没有拜偶了 我就怎么样了 OK 没有错 我们不应该再拜偶像 我们不应该再有一些 其他的神明等等之类的 但是你知道吗 偶像是什么呢 偶像不一定是一个batton 不一定是一个东西在那边 偶像有时是 你把一些人 把一些事物放在比上帝更加的重要 这个叫偶像 有些人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他的偶像 孩子最重要 哇 这是我的孩子 怎么样怎么样 把他当成你的偶像 并不是按照上帝的原则去教导他 我们需要重新地调整这个优先次序 当你把上帝放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好好地带你的孩子 才有可能好好地按照圣经的带领去引导他 有些人把什么呢 把一些的财物当成他的偶像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是很忙碌地在赚钱 很忙碌地在赚更多更多的钱 为什么呢 他希望这些东西成为他的安全感 我要说你可以努力地赚钱 很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是上帝所赏赐给你我的 钱财并不能够比上帝更加地重要那样 所以这些要放下的残累 这些要放下不对的坏习惯等等 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地来回到上帝要我们去的原点 其实上帝是蛮有恩典跟慈爱 雅各的生命当中 他失败了多少次 很多次 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失败了多少次 也很多次 但是上帝不忘记他所立的约 为什么呢 上帝要继续借着亚伯拉罕 以撒跟雅各 他要把这个福气临到接下来的万民万主 所以他多次地给予机会 让雅各可以回来 他提醒他说 你要回到我们相遇的原点 伯特利 回到与神相遇的原点 雅各在他第一次逃亡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伯特利 那也许他是逃亡的第一个晚上 他睡在那个石头上面 然后上帝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 你要记得吗 有天梯对吗 他看到原来 这个顶端是天啊 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啊 所以 并且上帝还跟他 跟他再一次地重申 对亚伯拉罕的立约说 我要赐福给你 我要保守你 我要使你的后裔增多 并且你的后裔要使到地上的万主得福 所以当雅各醒的时候 他就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志向说 好 如果我平平安地去了 我平平安地可以回来的话呢 那我必定立耶和华为我的神 知道吗 不再只是我爸爸的神而已 不再是我阿公的神而已 我要说耶和华为我的神 并且他在那边献祭 并且献上十分级 可是经过了这么大的一圈的兜转 他在冤枉路中似乎忘记了 他在繁华的事件中似乎迷失了 以至他的家也在那里沉沦下去 他要回到他对上帝信心的原点 也就是他的初心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夫妻们都很恩爱吧 是吧 我知道有些人一结婚就吵架了 有有有 没有问题的 可是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你发现 哇 你的心里只有他 没有 只有你没有他 只有他没有你 只有一个人啊 OK 你发现 哇 这是你很甜美的一个时候 可是当结婚了很多年了以后呢 你发现有些时候呢 这个婚姻变成很枯燥 当你没有去好好经营他的时候 有时候你发现什么呢 有很多一些的误会 或者一些的冲突累积 以致心里会冷淡 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 有些人一开始信耶稣是很火热的对吗 通常我发现 一开始信耶稣的人呢 其实他比较有反应的 比较愿意的 比较有心中的 那种心跳比较正常一点的 他很愿意回应的 可是有时候我发现一些信主很久的人呢 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有什么好特别的 我每个礼拜都来崇拜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所以就发现 有时候信了主 以后很久啊 发现那个最初的感动 最初对于神的爱 等等好像又有点怎么样 黯淡了 有一点失落了 甚至有点怀疑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与神相遇的原点 再一次去感受神的同在 再一次的 在我们安静的时候 将我们的内心转向神 并且呢 来寻求祂 我在城市的教会 幕会这些年来 师父这些年来 其实我常常的发现呢 在城市的教会里面呢 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就是说 哇 很多很厉害的人在里面耶 有时候我一问问 啊 原来你以前在家乡教会 做过执事的啊 哇 那现在你什么都没有做 嘘 嘘 不要讲出去啊 不要讲太大声啊 我以前做过什么 你不要讲啊 现在我要回我的生活 现在我要安安静静地 我来崇拜 我工作我怎么样 最好不要叫我做太多的事情 城市教会 有时候我发现不少这样子的人 很可惜 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 起来为神工作 我们再次地起来 找回那当初 侍奉神 信靠神 那个原点 那个最初的爱心啊 在启示录 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有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也是现在 许多城市教会需要注意的地方 他说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然后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你知道你不容忍恶忍 你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劳苦 而不困倦 然而 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 所以你要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弱的 并要悔改 也许我们有在做 也许有在忙碌 可是好像那个起初 对神的爱已经怎么样 失落了 神说我们要回转 神说我们要回到远远 我们再次要回到 与神的团契里面 回想 回头 然后再次的出发 今天的讲题其实是很广的 因为回到原点 可能对每个人来讲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想回到原点 很重要的是 不管你在你的生命的 哪一个阶段 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都有你很重要的原点 要回去 因为呢 那个地方就是上帝 要你好好发挥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上帝 要你好好的去管理 好好的去照顾 好好的去经营的地方 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 不是只有在祷告里面 你要回到你 生命当中的优先是什么 如果你是学生 你不要告诉我说 牧师啊 我好爱上帝啊 我都把我的时间 放在教会了 我不管我的学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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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的原点 你的优先是你的学业 OK 这是你荣耀上帝的地方 当然在你的学业的里面 你也可以花些时间 来服侍神 来寻求神 把你的学业交托给神 如果你有正在工作的 你要晓得 你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当然这里有说 这几个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心中有神 家中有爱 教会有恩 人间有情 这其实是美加书邦堂的意象 The Vision of Megasuban 这个意象 我们从我们的母堂 美加堂承接过来的 读的时候呢 记得你的头要转一下 心中有神 家中有爱 教会有恩 人间有情啊 OK 你读得有感情一点嘛 OK 这其实我觉得 这个很能够代表着 我们生命要回到的原点 回家 心中有神 再次地认定 上帝是你的主 再次地回想一下 你过去是怎么信耶稣的 再次地回想一下 你在你信耶稣以前是怎么样的 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心中有多么大的一个感动 或者是你有多么大的一些的感受 回想一下 然后呢 为着这一点感谢上帝 你要回到你心中的神那里 你不能够把你的信仰当成 只是一个教会的活动来完成 我都有来教会 我都有做一些事情 好像这个是你的clubhouse那样 不是 It's not your clubhouse or not a society 不是 它不是机构 它是一个一起群体 来敬拜上帝的地方 而敬拜的人需要 心中有神 再等一下我们在上回音诗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做这个祷告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来好好继续跟随你 我要继续找回与你的关系 我不能够没有你来面对我人生当中 这么多的挑战 家中有爱呢 很多人家里面有家对不对 有老婆啦 有孩子啦等等 可是家里面的爱是 我们需要回去经营的 家是你要去付出的地方 孩子们是你要去建立关系的地方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 有家庭的是很重要的原点来的 在华人的想法里面 丈夫什么 出面赚钱哦 男主外 女主内吗 孩子什么问题呢 老公就会骂老婆说 你怎么教孩子啦 这都是错错错错 这是不合圣经的观念来的 家是什么呢 是夫妻两个要去经营的 是我们要把心带回家的 是在孩子们相处的时候 要跟他们用心地去建立关系的 我想这个是 现代这么忙碌的社会里面 一个我们需要好好回去的原点 再把心带回家里面 跟家人的关系是如何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教会有恩 我们要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 能够祝福更多的家庭 教会也是我们可以去 回到原点的地方 我认识一些人 不多啦 是常常换教会的 当换教会的时候呢 他会说 哎呀 这个教会一开始很好啦 可是后来 这个怎么说不满 那个人那个不好 那个人有冲突 结果他就缓教会 OK 那我其实发现呢 有些时候呢 不是教会的问题 是自己的问题 教会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告诉你 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完美的人 我也是 教会甚至有一些不正确的事情 我知道 但这是神的教会 所以当你属于这个教会 当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 或者当你觉得 这是上帝带领你来的这个教会 我们就好好地把这个教会 建立得更好 我们去付出 我们去接纳 我们去给予 教会里面要展现出 上帝的恩典来的 人间有情 是教会就需要做的事 预告一下 我们接下来 12月除了有儿童营 我们儿童营主要是去招收 这些三四年级的这些的孩子们 很多都是非信徒的孩子们 希望他们可以来教会 参与这个儿童营 有两天的时间 然后呢 12月8号 接下来啊 12月8号星期六的傍晚 我们有圣诞晚会 哇 在哪里啊 我们在一个餐厅 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确定了 在一个餐厅 在苏埃部落的 这个银河餐厅那边 所以呢 我们不久就会宣传 然后呢 你可以买一桌 买一桌 然后怎么样呢 邀请你的亲戚朋友来一起吃饭 我们会有请艺人 一些artists 艺人来唱歌 跟讲见证 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 一个圣诞晚会 我们希望可以 透过这个圣诞晚会呢 来接触一些 你的亲戚朋友 让他们可以知道 圣诞节的好消息 所以这些都是人间有爱 我们要往外去拓展 往外去接触 关心的那个地方 让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就像雅各那样的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立约 雅各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要 我们一起读啊 我们要起来 上伯特列去 在那里我们要住一座 谈给神 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 应允我 在我行走的路上 与我同在的神 这岂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 是的 我们要起来 不管在我人生当中的 哪一个阶段 我起来 我往伯特列去 我往那个生命的 原点那边走去 我知道在那里 是我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在那里是我认识上帝的时候 在那种感觉 是我一开始 接受耶稣的时候 那样子的一个感受 而在这些年来 祂是陪伴我 在路上同在的神 上帝在最后当中 把我们拯救出来 并且祂与我们同行 在我们的信心之旅的里面 我们一直要不断地 问这个问题 我的起初的爱心还在吗 我有什么是走了歪一点点 我要回转的呢 我要回到我与耶稣的最初的爱 我要回到我信仰生命的原点 我才能够继续地走正确的路 什么时候走歪了 甚至有些罪恶 我们染上一些坏习惯 我们就是放下 除去 埋葬 然后回到生命的原点 重新出发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这是一个公平的机会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下一步 走正确的路 或者是 可能走到错误的路上面 我们请敬拜赞美团的弟兄姐妹 来带领我们唱这首的诗歌 主你是我力量 并且在这时候呢 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